好,我们开始上课 上一讲呢,我们讲了引机式同步发电机的电视平衡和向量图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讲突击式同步发电机的电视平衡方程式和向量图 那么和引机式电机一样 这个对于电视平衡方程式呢,我们首先考虑这个电机运行的这个过程 我们讲的是发电机,所以直流的粒子电流要通入转子绕组 以典型的电机就是转子绕组,产生了机械旋转磁式 机械旋转磁式的转速呢,用N来表示 它产生的机械旋转磁通也是以转速N,原动机缩统的转 切割定子绕组,感应的电视不能空载和负载都有的 然后呢,带到负载以后啊,这个突击式电机的RA呢 我们在前面讲突击式电机的同步电康的时候 我们是这么讲的,就是FA啊 同时产生了两个,给它分解出来了 两个磁式,就是直柱和交柱位置的磁式 那么考虑了一些条件,我们是用EAD,EAQ来表示的 那么电数电流啊,不单产生主磁通 而且还产生low磁通 它的low,这是主磁通,low磁通感应的电视 用EAQ来表示,我们和前面一样的 就是认为这个几个电视合成 那就是和电源电压平衡的 这就是电视平衡的思想 那么在我们前面讲啊,突击式同步电机的同步电康 就是17.2阶的时候,我们说这三个电康 它等于什么呢,负阶IQXQ再减阶IDXD 负阶,但是这呢,我们的移过来这负阶呢 就变成正阶了,所以10就等于U 把这个移过来就变成正的了 那么负负得正,所以负阶再加负号就正阶 所以10就等于U再加上JIQXQ再加上JIDXD IQXD就叫做突击式同步电机的 胶主同步电康和直主同步电康 这就是著名的突击式同步发电机的 电视平衡方程式,大家应该记住的 因为直柱位置和胶主位置是分别考虑的 因此我们多写了一项,比引机式同步电机啊 多写了一项,希望大家注意 那么这个同步电康呢 这个显示不太合适啊 回去再改一下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XD等于XAD加上XSigma 这个是XQ等于XAQ加上XSigma 这变形了啊 这个一开始没有这个公式变机器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果 那么这个说明了 什么问题 一般呢 这个XD啊是大于XQ的 为什么呢 这个前边我们都讲过了 不再说了 因为直柱位置的磁通大 气息小啊 而胶主位置的磁通啊 气息大 同样大的磁势产生的磁通就小了 因为磁组大了啊 这个我们知道了 第二个点引机式发电机啊 同步发电机啊 是突机式同步发电机 方程式的啊 一个特例 所以如果是XD等于XQ等于XS的话 那我们把它代入 那么就等于U再加上JXAXS了 所以这就是突机式同步电机 和引机式同步电机一致了 所以这个还是讲得通的 讲得通的 我们知道了 这个引机式同步电机的啊 这个电视方程式就可以画出的向量图 那么一样的啊 突机式也是一样的 知道了 它对应的电视平衡 我们也可以画出来它的向量图 这个向量图的思路呢 和刚才啊 前边我们讲引机式电机一样的 就是有电样有电流 这两个之间的夹角是FI 另外就是参数 参数就是同步电炕 直度同步电炕 和交度同步电炕 这是一致的 你认为一致知道了 这是思路啊 实际上没有 一般就是这样的画像量 都不会告诉你具体的值 然后叫你做出什么呢 这些向量都要做出来啊 还要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啊 这个电视平衡方程式啊 电视平衡方程式 那么然后呢 我们来确定一下 一零的位置 这是突击式同步电机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没有一零的位置 没法把RA分解啊 这个RA是什么东西 RA就是电机给你的电流 而你用这个方程式不是RA啊 是IQID 所以我知道了RA沿着这个一零啊 可以分解为交度分量和制度分量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确定 以零的位置 以零的位置怎么确定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对于这个电视平方程式 我们把等号两边同加上一个值 加上负接IDXD和正接IDXQ 就这样 那么当然把负号提出来 那么这是减了 减了就这样 我们等号两端 把这个减上加上一个量 那么就这样的公式 这样的公式 你看前边是这样 后边呢 后边呢 我们写上 你看 减区 开开 接IDXD 是不是这就抵消了吗 这抵消了 那么这边呢 后边又找抄 那么这个呢 是JIDXD 这是JIDXQ 是吧 那么都有个ID吗 都有个ID 那么就是把ID可以提出来了吧 ID可以提出来了 那么ID 不是 这一个ID 这一个IQ 是吧 X 这不是加上 IDXD就是消掉了 这不是这消掉了 这消掉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多了个 JIQXQ JIDXQ 那么也就是 JXQ可以提出来了 所以ID加上IQ 就是RA了 对吧 这个ID再加上 这儿没有了 这儿没有 ID加上IQ 怎么说呢 就这个抵消了 ID JIDXD 这儿抵消了 IDXD 这是抵消 这儿 IQ和ID 这两个 加起来就是RA了 RA了 然后XQ提出来了 所以 又加上JRAXQ 好了 那么说明了什么呢 我要确定了以灵的位置 确定以灵的位置 只需要把电源电压 再加上JRAXQ就行了 加上这个 那么我把这一点和原点连一根线 连一根线就是叫胶轴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叫胶轴 胶轴就是一灵的位置 一灵位置就是胶轴 一灵的位置就是胶轴 那么既然如此 咱们来看 这个一灵的位置呢 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因为大家想一想 你看 这个U再加上J 这是结果 结论 就是我这么样确定以灵的位置 一灵就等于又是知道的 I也是知道 I实际上就是一般的电极的额定电流嘛 在城上交着同电炕 那么加上它 这九十度 这是一支的 这个可以求出来 这个马上就求出来 这两个连线 为什么就是一灵的位置线呢 我来说明 你看等号左边 等号左边是 一灵减区GIDXD 你看 那么再加上 GIDXQ 是不是这样 这个 就把它乘进去 不是加了吗 一灵在这 减区 我画出来下面头解释 你看 一灵在这 减区GIDXD 就是减区这一段 减区这一段 等于这了 还要再加一段 加上 这是乘进去 GIDXQ 因为ID在这 GID不是在这个方向吗 所以 再加上 从这又加到哪 加到这来了 所以 前边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 只能是在 GID的方向 G就是正90度 就它超前90度 这个位置 就是一灵知道了 就在这上面 跑过来 再过去 就这个思想 就是在 以灵的位置上 走来走去 没有偏离一灵的位置 没有偏离一灵的位置 所以 所以我们叫 以灵的位置线 以灵的位置 怎么确定 就这么确定 所以以后我们说了 画突击时 从不电击的相当图 首先要确定 一灵的位置 以灵的位置 怎么确定 不要推倒了 就是又 再加上 G I A XQ 就行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 讲的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 那么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一灵的位置 然后根据这个 画出来相当图 我们现在画画相当图吧 画相当图 大家看 YU知道了 RA知道了 然后确定一灵位置 确定好 把这个画一个 细时线 就是这个 这个细时线 就是一灵的位置线 一灵的位置线 画完以后 有了这个线以后啊 把RA分解为 胶柱分量和直柱分量 下边一起 一步一步的啊 这个画完了 就是 把这个分解 这个线画完了 分解成IQ分量和ID分量 这是平行的 然后 知道了这两个分量 我又知道了吧 又知道了 就根据电视频方式 U等于JIQ U加上JIQXQ 再加上JIDXD嘛 对不对 那么10就等于它 那么加上它 那么就多出来了吧 多出来啊 你看 IDXD 对不对 IQXQ 什么了 电视频方式啊 根据就是电视频方式 就根据这个方程式啊 对不对 把这方程式 我们再拷贝一下吧 看 这个方程式 我们拷贝一下 到这 就这个方程式 还是需要的 我们给它 就是 干贴到这 就这个公式 对于这个公式 就是说 这就是电视频方式 我把10加出来 怎么加了 你看 有 有了 JIQ 用过这个分界 IQ JIQ 是不是超前90度啊 就是这样画 是吧 JIQXQ 再加上JIDXQ 因为10只能在这跑 所以这个箭头不能超过去 只能画到这 然后再加第三项 JIDXD JIDXD 就这样 注意 我们方程式写的时候呢 只能先加交主 这是惯例 惯例 先加交主 再加值主分量 所以我们加出来 就这样 那么 画完了以后 然后呢 这个123加起来 10吧 10大小就是在这 在和这个长度一样 所以再画一个长线 就这样 画的长度 刚好和它一样 标个10 这个Q主标不标都可以 叫你知道的 这是地主 标不标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知道 这叫地主 然后呢 把塞胶标上 已经标上了 不塞胶标上 当然是标上 好了 这就是著名的 突击式同步电机 过滤式的向量图 或者是落后功力因素的向量图 知道了这个向量图 探紧的不塞等于什么呢 探紧的不塞和引击式同步电机一样 对边除以0边 对边就是这个长度 IASQ 再除以 再加上右 乘上 SINE FINE 对吧 这边 然后再除以呢 这边 除以这边 我知道了 右知道了FINE 右称上COSINE FINE 就可以了嘛 对吧 如果COSINE FINE等于0.8 这儿肯定等于0.6了 就这么算了 右就是每项的电压 要把它画成像值 这就是菩萨家的求法 跟大家说一下 这也是一个公式 也是从向量图得到的 我告诉你们 同步电机的向量图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突击是同步电机 我们在做计算题的时候 往往就是根据 根据 这个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向量图来求平面介绍题 来求出来 比如说10大小 还有其他IDIQ大小 包括IDIQ大小和Delta小这么求 一般就是求这些 所以你画向量图 求结 集合题 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同步电机 我们是这么说的 如果是超前 你看 这是建立式的向量图 刚才我们画的是过力 什么叫过力 就是10 过力词 就是过力 就是落后功能因素时候 你看10就比较长了一些 你看BU长力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我们说这个力词有点大 力词大了就是过力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10在这 又在这 BU小的多了 是吧 小力多了一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 就叫嵌力状态 但是对于突击式同步电机啊 嵌力过力状态的分界就在这 这个如果是啊 小于90度 这个角度 这个大于90度的话 叫过力 小于90度叫嵌力 但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体会 它实质上什么呢 相对于纯电路的 就是电流啊 和这个电压平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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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同向的时候 平行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是过力和嵌力的分界线 那么分界线呢 这肯定是90度 就是JIAXQ 就是和这个差90度吧 和这个差90度 所以这个是分界线 所以这个大于90度 那么就是过力情况 小于90度 就是嵌力 你看 是不是小于90度啊 JIAXQ 是小于90度 这就是嵌力情况 那么小于以后啊 你看10肯定加出来 就小了呀 怎么画呢 你们自己去画一画 我们教材上 也给大家画出来了 就是突击式同步发电机的 线力向量图 线力数的向量图 这个向量图画出来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同步电机的特性了 这个同步发电机的特性 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 同步发电机的特性 我们是这么讲的 这个 同步电机呢 一共我们要讲五个特性 这五个特性呢 就是一个空载特性 一个空载特性 怎么意思呢 就我们画一个线路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转子力次饶组啊 我们接试验 做试验 小型机组做试验 就这么做的 这个是同步发电机的转子力次饶组 转子 原动机组弄到转 这个转子力次饶组啊 我接到这个分压器上 这是直流电源 因为要通过直流电啊 这当然这是通过滑黄和电刷出来的 引出来线 那么接到这个环线电阻 这个分压器上 这个就这样接 这个固定端 接电源电压 滑动端和一个固定端呢 接这个力次饶组 当然 创一个电流表 这个电流表可以创到这 也可以创到这 另外 最好还有个电压表 电压表车 加到力次饶组的电压 UF 就是U 直流电 直流电流表 直流电压表 那么 如果说 你调节这个分压器 就是加在这份电压 改变的话 电流也改变了 电流改变了以后 机械宣传磁场就改变了 然后原动机拖动它转 原动机拖动它转 然后切割定制导足 感应的电是10A 这样这是A项的 黄绿红ABC三项 这个呢就是10B 10B 这个呢就是10C 10C 就这个思想 那么 改变了三个电视 三个电视 那么对于这个三个电视 你如果不解 这个开关没有核 那么我们用电压表测量 这三个项电压的值 三个线电压值 然后再除以更加三 再除以三 就是平均 每项的电压有效值 那每项电压有效值 那么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就是空载特性了 空载特性就这样 那么这是空载特性 那么如果 要把这个短路起来 把这短路起来 然后呢 你在一定条件下部的核进来 调节力次电流 然后电压表 在这个电视 电力次电流 和短路电流之间的关系 我们叫短路特性 还有呢 我们把这个 接一个存电抗负载 这再合上去 这叫零功能艺术特性 这三个特性 这三个特性干什么呢 是求取参数的特性 求取参数的 第四个特性是什么呢 外特性 第五个特性是调整特性 就是你把它合上 我要调节 负载 阻抗 然后电流 电压 都变化 包括这个电流 那么 它们之间变化的关系 我们就是衡量 后边两个特性是 外特性 和调整特性 就是衡量电机的运行特性的 这是试验界限图 那么 知道了实验界限图 我们来分别说明 这几个实验 具体的说 第一个实验 说明一下 什么叫 发电机的空载特性实验 发电机的空载特性实验 那么当同步发电机 单机运行于 这个额定转速的时候 还有 你这个负载不能接 不能接 这是我调节粒次电流 空载电视 随着粒次电流变化的关系 我们就称之为 空载特性 那么 感应电视的波形 和大小 与气息磁场的分布形状 还有复制大小 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设计和制造电机的时候 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尽量获得的接近正弦分布的机器磁密 所以可以得到正弦波的感应电视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这是在设计上注意的 但是我们没有特殊说明 这个电视的波形 和大小 都是比较 接近正弦和稳定的 第二点 这个具体的分析空载特性 我们说 重坐标 是一零 它是正比 机械旋转磁场的复制的 那我只要调节 滞留粒次电流 那么电视就跟着它 变化 开始就是 这个肯定是成正比的 那么重坐标 是成正比 横坐标的粒次电流 是和粒次次次成正比的 那么它两个之间的关系 就是电机磁路的 磁化曲线 那么 也叫 这个磁通和磁势的关系 也叫磁通密度 和磁场强度的关系 这就是 TS材料的 磁化曲线 那么这个磁化曲线呢 就是我们说 这是 磁通 产生磁通密度的 它的分布 这是波形 我们说尽量是它 接近正线波 你看这个波形 是正线波的 我们这个呢 不再多说了 就是说 空在特性实验 它有什么用处呢 第一点 我给大家说 它可以判断 电机设计是否合理 就是磁路的饱和程度 磁路饱和程度 例如说 我们把曲线做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做个切线 做个切线呢 就有三个焦点 这三个焦点 就是饱和系数了 就是这个尺寸 再比上这个尺寸 我们就叫做饱和系数了 就是工作点是否合理 第二点 发电厂啊 通过测取空载特性 来判断 利次系统的故障 以及三想饶阻的对称问题 就考虑 这个通过发电厂判断 利次系统有没有故障 就是这样 利次系统故障了 你直流电机就没有了 直流电源没有 没有机械权权器上 就没有电压建立了 第三点 空载特性呢 我们将来做的是短路特性 就是文态短路特性 结合起来 可以求取同步电厂的不饱和值 同步电厂不饱和值 那么问题是 怎么做短路特性呢 好 我下边讲一下第二个特性 就是同步发电机的 稳态短路特性 没有特殊说明 我们做的短路实验 都是稳态的 和同步发电机一样 我们说定义吧 当同步发电机 登机运行时 运行到什么呢 就是额零转速不变 两极电机 三千转 四极电机一千五 等等 那么右等于零 右等于零 就是短路啊 因为短路线上的电压等于零嘛 那么就三项饶组 稳态短路 那调节粒词 那么这个稳态短路电流啊 随着粒词电流变化的关系 注意这是交流电流 交流 这是直流电流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变化 关系就称之为啊 短路特性曲线啊 对应的曲线 就是短路特性曲线 那么对于引机 自动发电机啊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因为短路时候电压等于零 所以一零呢 就等于J I开Axis I就等于I开了嘛 对不对 所以画出来相应图 你看一零 落后于他所打量的自动 就是这句游到图上 就画个字机 这上面还可以再画个字机 啊 画个字机 比方说啊 我不画了吧 就是你前边呢 就是这样 就在这上面实际上是个字场 啊 字场 那么 有的字机就是这样 这个形状啊 就这个形状的字机 有的上面在这种上还可以画 原动机都能够转 转了以后啊 这个电势永远落回 他所打量自动90度 在这个瞬间 那么电势画到这儿 但是电势等于什么呢 你看从电视平方程式上讲 电视就等于JIKXS 对不对 就等于他 那么等于他呢 我们再写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倒推过来 你看JIKXS 说明JIK在他哪 下边 因为JIKXS呢 就等于这个 在这个方向 那么JIK呢 就在下边 JIK是什么呢 就是电数电流吧 就是电数电流 因为又等于零了 又等于零了 在这儿呢 所以这个电流 就等于JIK 所以电流电流 残入次长是什么呢 它两个同方向吧 前面我们讲过 时空同一相当图 同方向的 同方向的FiveA呢 和FiveF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强烈的去此作用 是吧 有强烈的 它两个反向 它的合成次长呢 就比较弱 所以我们的结论呢 是这样的 在短路的时候 电数此事 对转子此事 有强烈的去此作用 所以电机内部的 合成次长是很弱的 很弱就意味着 电机处于不饱和状态 所以稳态短路实验呢 测出来的同步电抗 它呢 是不饱和同步电抗 饱和的是不准确 不太准确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 由于合成次通很弱 所以感应电视 便很低 它很小 因此我们说 稳态短路电流不大 稳态短路电流不大 相当于 站态短路而言 它呢 就是不大的电流 那么 注意这里边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什么叫稳态短路电流 什么叫站态短路电流 这是很关键的 稳态短路电流呢 我总结一句话 叫先短路后历磁 这个时候电流呢 是不大的 就是刚才这种情况 但是站态短路电流呢 是先历磁后短路 就是你的历磁 磁动已经有了 机械前列磁动有了 但是现在呢 你给它马上合上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这个电流呢 非常大 那么什么叫先短路后历磁呢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图来讲 也就是你在短路的时候 就这边接着短接线 你给它合上去 那么你在合上去之前 你必须要保证什么呢 就是 我们看后边的图 就是你这儿呢 短接起来了 你先短接起来 短接起来以后 你这边呢 不能加历磁 不能加历磁呢 就把历磁电流呢 调到零 然后呢 你才有资格合上去 就是 RF等于零的时候 才能备合开关 这就叫做先短路 后加历磁 先短路 这短路了以后 你合上开关的时候 你终于把历磁电流 加等于零 这就叫做 先短路后历磁 那么先那一次后短路呢 就是 这边已经有电压了 你这时候突然合上去 这个不得了 这个不得了 所以 我们说 这个问题呢 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 这种时候呢 我们说 短路电流是不大的 这个电数反应磁通 它是个旋转磁通吗 因为有电流了 你合上去了 F等于零 你合上去 它就有 这个磁通 是开B合时候的 才存在的一个磁通 对吧 因此 我们说 要注意这个问题 先短路 后历磁 就是没有加历磁 然后你转接起来 再加历磁 先历磁后短路 正常工作的时候 你给它短路 这个不得了 电流很大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区别 我们来说明 那么你做出来曲线 是这样的曲线 它是个直线 因为它不饱和嘛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空载实验做完了 我们前面做空载实验 说过 这两个配合起来 可以求取同步电抗的不饱和值 求取同步电抗的不饱和值 那么 求取同步电抗的不饱和值 那么求呢 只能在曲线的直线部分求去 这是直线没问题 可是这个呢 你不能在这求 这儿画个线 你只能在这上面画 或者这儿画 这上面画 我们求取101帖 就在直线部分 还有恶定电流 I开 所以101帖除以I开 就是同步电抗 我这个通过空载短路线 就求出来了 下面我们说明一下 突击式同步发电机 突击式同步发电机的 短路电流和历次电流 你认为这个电机短路了以后 就相当于纯电抗 是吧 纯电抗不散 也就是10和I开 RA的夹角就是90度了 RA加角 I开夹角 RA和1090度呢 不散等于90度 那么是IQ IQ就等于RA乘上cos 不散吧 高软90度不是等于0 这项就等于0了 又等于0 这个也等于0 所以只有ID了 ID就等于I开 所以我们还是写成J I开XD 因此这个结论和这个一样的 还是在直线部分求取 这个呢 没出来啊 这是显示问题 计算机显示问题 XQ怎么求取 就是经验公式 这个近似号 近似号 经验公式 这个经验公式呢 就是近似号 等于0.65倍的XD 0.65倍的XD 0.65倍的XD 那么 如果要准确的测量XQ之啊 还得采用低转插法 试验求取 低转插法 我们不再讲了 我的课件上做了 我这个是呢 书上也没有讲 我不再说了 不再说了 下面呢 我要给大家说明 第三个试验 也是特参数的 这个前面三个试验 包括这个 都是特参数的试验 这个呢 主要是求取 同步电抗 这个宝和值和 电数反应电抗 包括漏子电抗 电数反应电抗 怎么求取呢 就通过 灵工电数特性 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呢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接的电抗 就是一般是感应电抗 因为纯电抗的负载 是没有的 感应电抗的电抗 它的电抗值非常大 电阻非常小 它的功力因素 大概在0.1到0.2间 所以我们认为 它这个大电抗 做试验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做试验 就是接了感应电抗 来做试验 当同步发电机 单机运行于 同步转速 合定转速 功力因素等于0 实际上是近似等于0 额定电流 你因为我们没有电数电流 所以没有的值 就是额定值 电数电流 等于额定的 每项的电流值 同时 这是调节 粒子电流 和调节负载 调节粒子电流 是为了打造 额定电流啊 因为你这个不等于0的 是吧 那么 叫它等于额定电流 这时候 端电压 随着 这个电压 随着粒子电流 变化的关系 我们就称之为 铃功力数特性局限 这是做试验 怎么做 电压表 测量三个电压 这个是表棒做的 当然 这个电厂的一般 这个接了三个电压表 并上去的 就这样 这是三个电流表 我们再不说了 这是它的试验线路图 那么 具体的分析 我们来说明一下 因为 IQ等于0啊 因为纯电路负载嘛 IQ等于0 但是又不等于0啊 又不等于0 它就是又和IF的关系 所以又不等于0 电炕上的电压降 那么 这个5F和IQ 它是差90度的 所以 也就是 粒磁电视 或者空载电视 永远落后于 它说杂链的磁通90度 永远落后于 它说杂链的磁通90度 因此 我们就这样画 那么因为 10等于U 再加上接 U呢 因为它是电炕啊 所以电压呢 电压 因为电炕线圈上电压 是超前电流90度 所以画到这 那么IQ XS呢 我们和前面 硬直电机一样的吧 它超前IQ90度 所以 它两个应该是同向位 同向位 所以呢 只有凸几次通电机 带 感性负载数出现了 向量 向加 就等于带数向下 你看带数向下 你们是同方向吗 所以就是这个关系 我们利用一下 可以求参数了 所以向量图画出来 就这样 所以这是个很特殊的点 就是在 初级是同步电机里边 带了 纯感性负载的时候 它存在这个关系 实际上的带数 向量想加 可是在这呢 带数式了 带数式 不是向量式了 这是特殊的地方 正式利用特殊地方 我们要求 I XD的时候 不是 10减去U 再除以 I N ID吗 就是XD了吗 不是可以求出来XD了吗 就这样 你看 10减去U 你看 我们做出来实际上什么呢 这就是 零公零入特性曲线 就是我呢 做出来曲线 开始的时候不饱和呀 因为 它的磁压降 主要是降在气息里边了 后来呢 当时要注意 IF等于0的时候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样说 电压等于0的时候 IF不等于0 因为它要产生 足够的电流啊 足够的电数电流 所以 这个不等于0 不等于0 就是用个电视啊 10等于啊 10就是IF产生 所以通过这儿 然后呢 增加力次电流 那么开始不饱和嘛 10不饱和 所以10是成正比增加 后来饱和了嘛 饱和了 饱和了以后 也就是 电流增加的快 电一致增加的嘛 或者电压增加的嘛 所以 拐弯了 拐弯了 拐弯以后 那么划出来这样的曲线 但对于这个曲线呢 我们 可以画一个 这个 这个电压平行线 这个电压平行线 那么和 横坐表平行的 平行的线 那么在这种线上呢 我们做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呢 就叫做 特性三角形 这是很著名的一个 特性三角形 特性怎么做呢 特性三角形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做图的方法 就是说 这个直接呢 就两个曲线之间 加着一个不变的 特性三角形 我们给它做出来 你就可以求出来 露此电抗了 露此电抗 怎么去做呢 这样 在 OC 这一段 这个有长度的 我们就在这个 这做个平行线 当然你先把这个曲线 做实验做出来 就在这一点 这个 做一个 这个平行约 横坐标的 额定点亚这个值 做曲线 是不是交了两个点吗 交这个点 我们把它叫做CP点 然后取CP OEP等于CO 可以吧 然后再做一个线 OEP AEP 平行约 这个气息线 就是平行约 这个OA 这个线 OE这个线 实际上平行约 就这样了 然后从这一点 A一撇 做A一撇 B一撇 垂直于 O一撇 C一撇 交 B一撇 那就是 就这 那么这样的话 得到的三角形 就是 这个ABC 都加一撇 三角形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点 这个三角形不变 这个三角形 就这个关系 ABC一撇 不要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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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它 这个三角形 给它遮一下 遮一下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沿着这个点 我现在就假定 这个是三角形 那么在这个点 我移过来 平移过来 当然这个是脚弱的 我们就这样 这样吧 就这样 那么就在这一点 这一点呢 通过这个曲线 就在平移 平移过来 但是不是这个点 就是画出来一个 规机 画出来一个 零工历史特形 是吧 那么所以 到画到下面 这个ABC三角形 和这个完全相等吧 全等吧 全等 现在我们得出来 这个三角形 就是ABC了 这个ABC 这个画错了 这个是变形了 变形了 就是这个ABC三角形 就是著名的 这个特性三角形了 特性三角形的 AB这一段 就这样 AB这一段 就是ID乘上X sigma 也就是说 就是E sigma 就表达了 漏感电视 它的大小 因为它的重作标 是电压两钢磅 这个电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一下 10减去U 这不是U吗 就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同步电汉压降 再加上漏次电汉 这个电池反应电汉压降 再加上漏次电汉 就这个字形 所以呢 它有两部分 那么这部分 BBC一片 就是反应电数 反应的电池的 所以我们就说 电数反应此事 所需要的 例子电流的 因此这一段 就是不考虑 漏次电汉 不考虑 电数反应电池了 电数反应的此事 那么这儿呢 只有漏次电汉了 所以这一段 就是漏感电池 漏感电池 所以怎么样求漏感电池呢 我把这个AB这一段的电压 除以什么呢 额定电汉 那么就ID 就是额定电池 就是X sigma 所以特性三级型 怎么做 我刚才讲过了 希望大家注意 请让大家记得 特性三级做法 我在这儿 给大家画了一下 你们如果 由这个Flash动画 你们可以做一下 这个动画 看看这个有没有 我现在这个上面没有装这个 这个Flash动画 所以出不来 那么现在 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刚才说过了 我现在的这儿 我现在认识了 我现在认识了 感谢观看